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段时间有在操作股票的观众朋友 感觉心里面真的会压力比较大一点 但是还是持续的告诉各位 不要灰心 不是叫你现在赶快再去加码 而是你要先搞清楚 你现在手头上的股票 或是你有在注意的那几档标的 他们到底手头上的这些主力控盘者 有没有那个企图心 把这个指数再度的把它拉上来 把股票再度的把它拉上来 我觉得这个是在今天很多投资朋友 特别是在股票的一个租群的投资朋友 大家心里面压力很大 感觉大家感觉很闷的时候 我要给各位的一个温暖 好 那我们还到的这个期货的市场 我相信大家就会感觉比较客观一点 可是同样的问各位一个问题 各位如果说在期货市场上 它是呈现这种情况 那应该是做多比较容易去赚得到钱 还是放空比较容易去赚得到钱 各位我相信这个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你说老师机会怎么像不太好做呢 因为期货感觉这样子一下子 涨一下子跌一下子涨一下子跌 我们根本就搞不清楚 到底是要做多还是要去放空 来各位我就问各位一个问题 太远的我们也不用去讲 我只问各位一个问题 单就今天来讲 单就今天来讲 各位你觉得今天这种行情 应该是放空比较容易去赚得到钱 还是做多比较容易去赚得到钱 利光老师你讲到了我们的痛处了 因为这个盘式我们再怎么看 我们都觉得它应该是要继续再跌 可是偏偏我们想要去放空的时候 就会遇到了一个困难点 财长 长官 他就会出来精神喊话 我们随时要开会 我们的国安基金随时会进场 去进行金融市场上的稳定 所以每当我们看这个盘式跌下去的时候 想要进场去放空的时候 就像今天早上 我们会陷入了一种迷思就是 哇这个国安基金进场 你看指数一下子就拉抬了100点 在这地方怎么可以去放空 应该是要买多吧 但是当我们多单进场之后 哇 又落底下去了 又有进场 哇 又落底下去了 再破底 再破底 结果我们终于要想要去放空的时候 各位一口气就直接给你 从这个低点916直接拉上来 就要100点了 我请教我们所有观众朋友 刚才这个事情到底是要怎么做 比较容易去赚得到钱 这也就是 为什么在每天中午12点 不断提醒我们所有观众朋友 你真的要把机会 给他做一门事业 各位 无人无人 还是要好好的去赶快补足自己补足的地方 因为在台子期的市场 496原则 这个已经是大家耳熟能详的 实际上在台子期真的要赚到钱的 各位 绝对没有那种纯粹靠运气的 那位公老师 那到底要怎么样去赚得到钱 这种行情真的做得很厉害 明明他就是要跌 但是他就先给你嘎个100点之后再破底 明明就是要再跌了 他就是给你再嘎个100点之后 现在看起来好像又不太乐观 那到底要怎么样去做一个操作 各位 其实每天都跟各位去分享 我的实战的一个经验 实际上在台子期真的要去赢钱 各位 最重要的是技术加辅助 盘式架构跟辅助 各位 这个是缺一不可的 今天为什么跌 优老师因为每股到穷的那个小刀 盘后跌得好可怕 各位 那为什么小刀它会跌成这样子 盗穷国外指数 我们在过年期间 他还在创新高 但是他不跌就不跌 一跌他就狂泄不止 三天杀了2000点 跌够了吗 后面两天再补个2000点 一共灌下来4000点 可是当他灌下来4000点的时候 各位 他已经来到什么地方了 已经来到了225的防线了吗 所以在上个礼拜三 我是不是花了一整集的 起开的圣节目 跟各位去分享 跟各位去报告 这个225防线到底是怎么回事 因为接下来的关键 就是在这一个225的防线 所以你在看上个礼拜三 道琼 他从这个225的防线 是不是拉上去 那拉上去的话 你如果真的有症 你就要资亚转换成功 可是后来他有没有这个种 没有啊 下转换成功又下去了 那如果再下去的时候 各位 那这个叫做什么 225的防线 225的防线在上个礼拜 大家看到他是往下灌 还是往上拉 这样你有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各位 一个简单的磐式架构 你看在节目当中 这样你说两世了两世了 可是各位关系到你 荷包里面的资金是成长 是赚人家的钱 还是被人家赚走呢 林华老师 那到底要怎么样去做啦 各位你每天花这么多的时间 在搜寻财经节目 好不容易搜寻到 我们中午12点的 起开得胜 那你看我这个节目 各位我只希望带给各位一件事情 我希望你能够用更轻松的方式 来为你去创造财富 在上个礼拜 其实已经有跟各位去分享过了 其实很多电视的观众朋友 我们财经台的一些 阿宗室的观众朋友 其实大家都无非希望 能够帮自己 其实是比较好 因为你在里面去探紧嘛 所以在搜寻了非常多的一个 观众朋友的一个过程 非常多的一个投资团队当中 各位如果你看到的是 阿室的节目的话 各位我只希望 你能够用更轻松的方式 来为你创造财富 我相信在今天 有人赚钱 但是也有人的钱被赚走了 各位怎么样 让你用更轻松的方式 来帮你去创造财富 我给各位看 这个是在今天早上 加权指数还没有开盘之前 我们全体的简讯会员 收到的一通讯息 我们慢慢看 我觉得今天不急 因为今天数量都差不多 但是我希望你今天 好好的看我们的节目 把自己在过去这一段时间的一些 困难点矛盾点 把它突破 把它做一些调整 明天当你再重新进场的时候 你能够更轻松的帮自己去创造财富 早上的8点58分 台子03目前报价在多少 11040 手中11380 以及11347的流仓空单 各位 来到040的时候 那不要说380 光是那个347 这笔单流仓 那到340 347 那到040的时候 这样有超过300 我还没有跟你算380的那一笔 光是一个347 已经超过300 那为什么这笔单又流仓 因为我们有一个目标 有一个目标叫做11191 这个在上个礼拜五 包括夜盘的部分 我们全体的简讯会员 大家都知道 我们这两笔单 我们的目标是多少 11191 那当今天早上一开下去 连347的流仓空单 都已经超过300点的时候 那这些单子 我们可不可以把它抓到口袋里面了 所以当你礼拜六礼拜天 你还是在搜寻很多财经节目的时候 各位 我希望你真的有看出了 你想要的一个东西 那你看老老师的节目 你看到的不是说 老老师 你这样一笔 就300点 那两笔就600点 一靠300点是600点 那两靠就12万 那一回说五靠就60万 礼拜六礼拜天你过得好吗 我不知道 但是我希望你不管怎么样 能多能够用一个更轻松的方式 来帮自己去创造财富 这是我来顾得投顾 我们最重要的一个目的 老老师 那为什么这两笔单 你可以选择去做流仓的动作 各位 我这个东西是做梦梦到的吗 应该不是吧 应该是从哪里来的 从技术层面里面的盘式架构来的吗 所以你会发现我在操作的时候 有时候你看到两次要两次 但是当行情真的吹下去的时候 你有时候会觉得准到头皮发麻 是真的耶 所以慢慢的很多观众朋友 其实在看我们节目 看一次看两次 或许没感觉 但是越看越多次的时候 他慢慢的能够认同了一件事情 原来在台子期要能够更加轻松的去创造财富 其实是要技术加辅助 特别在技术层面要有一个盘式架构 可是各位 当下去 三百点 好 三百点够了 那再来 再来的时候 再他拉上来的时候 马上第二个问题出现了 好 他拉上来到底是要做多还是做空 到底是要做多还是做空 是不是这个东西就要拍上用场 李光老师 那个已经是上个礼拜的事情了 那我上个礼拜我没有流畅 今天这样撞下去 三百点 已经被人家赚走了 好 那如果说要再重新进行的时候 那到底是要买多还是放空 各位 这是不是我们今天早上 共同面对的一个困难点 我相信今天早上 如果有看电视节目的 大家都知道 金融界的一个大长官 财长 他们又出来 去做一个精神的喊话 他们说我们的国安基金 为了金融市场上的稳定 随时会开会 随时会待命 有没有这个消息 那这个消息 会不会去影响到我们盘面 你看 会不会去影响到我们盘面 开地 扭买100点起来 开地 扭买100点起来 但是你注意看 开地扭买100点 这三百已经 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 这里 这里 这里就走 好 拉上来的时候 各位 当大家都觉得说 这个盘是没问题的时候 哇 还落地下去 还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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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面对这种行情的时候 各位 我跟你 跟我们全体的会员朋友 我们同样在这个市场上 那我们是怎么样去克服的 一样 一样 是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帮我们今天早上做出了这样的决定 今天早上当它从低点往上拉上来 拉得凶不凶 很凶哦 一下子直接开在10975 拉了100点 拉了整整超过100点 来到了11108 接着呢 再往下再灌下去 再破底 可是同样我跟各位 同样在这个市场上 我做出了什么选择 我根据什么来做出这个选择 我得到的结果又是什么 各位 你要看的是这个东西 你知道吗 你要看的是这种东西 今天早上当它拉上来的时候 我想要进场 我一定会去看一个东西 叫做我的辅助工具 叫做MX的棋子红绿灯 MX的棋子红绿灯 在11019这个地方 它呈现的是绿色的 好 接着它跌破了这个多空点 我们的多空点在110 各位 如果这两个东西 同时都变成是这个样子的时候 那我选择出手 我只会做一个动作 叫做再给它空下去 在10975这个地方 再给它空下去 甚至往下灌到10921的时候 我再给它空下去 再给它最空下去 但是这一笔单 我们只设停顺15点 921这笔单15点 我们鼻子摸着走了 各位 你能够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当这个盘是 各位 当它来到916那个时间点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会员朋友 大家的心目搜索就说 老师 今天有两步起来 今天到目前为止最低点 那个916 我们的会员朋友 在盘中有跟大家说什么东西吗 结果今天撒下去 真的最低点就到那个916 接着呢 就从这个916直接往上又拉打了100点 大家终于能够去体会到了 老师 你真的跟我们讲的东西 就跟你在做的东西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因为你在盘中的时候 有时候看你量子量子量子 8点起来 各位 916 他如果拼不过 他就没得到胖 他如果拼不过 他就死在胖 懂台语的应该就听得懂是什么意思 刘老师 我还是听不懂什么意思 各位 那个听不懂没有关系 那个是我们在盘中 在跟我们简讯会员朋友 我们在盘中 我们在面对这个行情的时候 我们跟他们所做的一些报告 那这些东西 我们在盘中报告里面我们就先说了 你说 我还是听不懂 各位你先把这个东西先听清楚 今天早上 大家看到道琼跌得那么凶 道琼的一个小道跌得那么凶 你的手机里面 如果是出现这个 你会不会觉得 比较轻松愉快一点 我指的是胎子期 股票的观众朋友 真的 真的要稍微 真的要稍微 好 好 那这个东西 在开盘之前 在加权指数开盘之前 300 300 因为我们的目标到了 好 那再来 直接拉到了11108 好 拉到11108之后 我要再出手 MIS是什么颜色 绿色的 我们的多空点是多少 所以我选择 在做什么 再给它吹下去 吹下去了 要在921这地方 再吹下去 不好意思 这辈15点 我们鼻子摸着 停损出场 但是当它在往下灌到916的时候 各位 这个916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价位 拼得过 它就没了香 它如果拼不过 你就死定了 这是技术分析的层面 我还是听不懂 各位 我要给各位看的就是 不是那个300点 或是那个几百点的问题 而是 你是不是 能够用一个正确的方式 让你成为这市场上 一个真正快乐的投资人 各位 这才是你看我节目 最重要的一个重点 那不是 这个300点 那个300点 各位 那已经是过去了 上个礼拜一也是300点 你在上个礼拜一 你如果是用正确的方式的时候 今天这个300点 就是你口袋里面的 不是 我们中场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 我再更具体化一点 让各位观众朋友 你花这半个小时的时间 能够真的找到 一个更轻松的方式 帮自己创造财富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来各位 我们只剩下6分钟 但是我希望用这6分钟 能够改变你的一生 黄老师 你赶快讲 我好希望改变 各位 期货少做错 就会赚 问题是怎么样 少做错 我用的方法 叫做技术 加上辅助 技术要懂得 盘式架构 辅助 为的是 有一个辅助工具 来控制我们的 超盘EQ 以台股现在来讲 各位 大家看到的是 它不断破底 再破底 但是今天是一个关键 因为老师 关键在什么地方 这是我们在短线的部分 我们会看到日线 从过完年之后 新春开烘盘 它是不是下来 好 下来之后 往上弹上来 再往下 再往上弹上来 各位 是不是在上个礼拜 上个礼拜 关键在什么地方 在多空点 11292 在于5日均线的工坊 到礼拜五 是不是下去了 好 到礼拜五下去的时候 各位今天再往下 再灌下去 再破底的时候 为什么 我会跟各位讲 今天是关键 因为它真的担不过 它就不会胖 如果担不过 就四块板 因为今天 当它在往下 再灌下去的时候 盘中最低点 来到了10998的时候 各位 它已经来到了什么地方 9319连接次低点 所形成的这条 最后防线 你有了解我的意思吗 它为什么会跌得这么凶 各位 不是这个问题吗 所以当你在上个礼拜 还看到它还在292 在那个地方 放针词的时候 各位 今天已经担下去了 所以今天 它为什么在这个地方 市场上的气氛 会那么样的一个紧张 看我就看我了 那就看它要不要 要不要做一个防守 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刘老师 它到底会不会防守成功 各位 那个不是你应该去担心的事情 那个也不是你能够去担心的事情 你能够担心的事情 是什么 我到底怎么样 借由看得懂 并且把那些看得懂的东西 转换成食指的 把你放在自己的口袋里面 我是怎么做的 各位 就是这个东西 技术家辅助 就是这种东西 你看在这一段时间 各位 这不就是MIS吗 这不就是技术分析吗 弹上来再空 这不就是MIS吗 第一波的最低点 现在有没有很怀念 11138 有没有很怀念 这不就是技术分析吗 那弹上来MIS 各位 这不就是辅助工具吗 真的就是这两个东西而已吗 问题是 不断的跟各位去讲 为什么在289这个地方 为什么在289这个地方 这样一路吹下去 要去获利平仓 因为技术分析 因为这个地方获利平仓之后 它就弹上来了 那这个地方再往下灌下去 MIS又出现500点的时候 各位 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当你有了技术 当你有了一个辅助工具的时候 其实好 跟各位去报告 插的就是你的心 真的插的就是在你的心 这个东西是最难去克服的 当你有办法真的去抓到一些方法 但是各位 我会招呼就看你而已嘛 你看啊 老师的节目已经看到第几集了 在这一段时间 各位 这个测标我一个字都没有改过呢 但是在这一段时间 各位 你的期货操作的还顺利嘛 你已经找到了一个真正可行的方法 就看你要不要而已嘛 同样的 在期货市场上 当你已经找到了一个真的 可以成为赢家的方法的时候 就看你买货而已嘛 各位 当你有了这个方法的时候 今天时间真的有点不够了 我为各位去示范三种方式 如果买货的我们盘后再讲了 这地方我为什么要一路买多 为什么从658这地方一路买多 因为我看到MIS 为什么这地方还是一路的买多 因为我们有一个目标 叫做788 后来788到的时候 各位在788之前买的 在788之前买的 是赚钱还是赔钱 这是往上 好那往下呢 同样的 老师为什么你这地方要一路的放空 因为MIS是这种颜色 所以就放空放空放空 一直追空下来 老师为什么你要在这地方再继续放空 因为MIS 老师为什么你要一路的去放空 这地方弹上来还要再继续空下去 因为我们有一个目标 11444 已达 当11444已经达到的时候 那你在这地方放空的 那你在1144还没有达到之前这地方放空的 请问你是赚钱还是赔钱 那上个礼拜不也是一样的情况吗 那上个礼拜不也是一样的情况吗 你啊老师为什么你要一路的放空下去 老师为什么你要一路的去追空下去 甚至到夜盘的时候 再给它空下去 再给它空下去 因为我们有一个目标啊 有没有 这是不是在上个礼拜 那在上个礼拜一的时候 当这个目标已经达到的时候 这样有300点也没有 好 那今天早上不也是一样的情况吗 刚才我都很想要说我更清楚 但是真的我们的时间就是这么短 所以各位两个动作 三秒刻啊 我们盘后再继续聊 详细的情况进一步去做个咨询 然后希望各位用更轻松的方式 来为你创造财户 我们明天见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加证据 无不当制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小生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顾得投顾 咨询专线 02-2578-3000 2578-3000 鸣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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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utch invite andminит 感谢观看